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人被迫逃往台湾 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南京也得到了解放 为了方便新中国成立之后可以更有效的管理,将南京归为了直辖市 同年5月成立了南京市政府,并派遣刘伯承出任南京市市长 长期以来,南京作为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这里的人民也长时间的饱受压榨和磨难 并且在南京城内尚有很多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这一切都使得对南京市的管理有了难度 尽管如此,刘伯承在上任之后,从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努力 兢兢业业,终于慢慢使得南京走上了正轨 百姓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一天,在南京市政府门口,有一位落魄的中年男人在门口晃来晃去 时不时还朝着里面张望,见状,门卫上前询问情况 谁知这个男人一张口就点名要见刘伯承 并且声称自己是他的战友,名叫徐梦秋 卫兵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刘伯承 刘伯承一开始实在想不起来徐梦秋是什么人 在反复悼念这个名字几遍之后 只见刘伯承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并且下令直接将其逮捕 究竟徐梦秋做了什么事情 竟让刘伯承对自己昔日的战友不仅不好好招待 反而是直接逮捕 今天小易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徐梦秋 1901年出生在安徽寿县的一户封建家庭中 在其十岁的时候家中遭遇了变故 从此之后一家人便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再加上父母的封建思想 使得徐梦秋在小的时候过了一段十分煎熬的时光 期间徐梦秋的叛逆想法也是越来越严重 1920年徐梦秋在自己就读的养残技术培训学校 联合其他同学一起发动了一场造反行动 但是得到了校方的镇压 作为参与者 徐梦秋也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在社会上游荡了一段时间之后 徐梦秋来到了商业学院继续学习 在这里徐梦秋很快就成为了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当时商业学院的校长吴能又有些虚伪 使得徐梦秋对其很是反感 于是徐梦秋又开始组织学生罢课 想要将现任校长赶下台 但是徐梦秋再一次失败了 接着就是再一次被勒令退学 1923年 于又任 瞿秋白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 徐梦秋听到这一消息之后 和几个当时一起参加反叛的学生一起 来到了上海求学 后来在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之下 徐梦秋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这之后不久 徐梦秋在熟人的介绍之下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并且根据上海大学党组织的要求 徐梦秋在不久之后回到了老家 发展党组织准备开展革命运动 徐梦秋将当地思想上进的学生和老师都召集了起来 还有部分农民都加入到了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中 搞得红红火火 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 并且逐步走向成熟 此后徐梦秋又回到了上海 继续在上海大学完成学业 1924年 黄浦军校去到了上海大学 准备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去到黄浦军校进行交换学习 对徐梦秋来说 黄浦军校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梦想 对于这次的选拔可以说是势在必得 但是天不遂人愿 就在这时家中传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 无奈之下 徐梦秋只能回到家乡看望父亲 错过了这次选拔机会 当时和徐梦秋一同来到上海求学的同学 全部都被选拔进了黄浦军校 这让徐梦秋十分难过 1925年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 徐梦秋来到了安徽省庆安 奉命在这里完成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 武萨运动爆发 徐梦秋率领着共青团的20多名团员参加了这场运动 同年的8月 徐梦秋来到了广州 想要进入黄浦军校学习的念头再一次冒了出来 但是在抵达广州之后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徐梦秋直接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 因此 徐梦秋和黄浦军校再次擦肩而过 另外 政治部主任日常主要负责宣传 这也并不是徐梦秋所希望的 相比于这个 徐梦秋更愿意成为一个军事主官 因此 在广州的这段时间 徐梦秋很是失望 但还是率领军队参加了东征讨伐陈炯炯明的战斗 并在年底被调到了十四师 继续负责政治工作 1926年孙中山去世之后 蒋介石仿佛是脱缰的野马 没有了拘束 对共产党人开启了疯狂的逮捕 其中就包括了徐梦秋 但是后来在社会各界的舆论之下 蒋介石迫于无奈将这批逮捕的共产党员释放了出来 被释放的徐梦秋随后在组织的安排下 来到了武汉十二师政治部 开始担任张发奎的秘书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 当时的徐梦秋因为生病侥幸逃过了一劫 但是也因为生病 徐梦秋错过了部队发起的南昌起义 身体好转之后 徐梦秋几经辗转回到了上海 暂时住在了法租界 并且在王亚乔的庇护之下 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 为了更好的生存 徐梦秋化名为孟明 去到了商务印书馆 担任教队员和编辑的工作 在此期间 徐梦秋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文化功底 也出了几本通俗史书类的书籍 在不久之后 组织安排徐梦秋去到苏联留学 徐梦秋原本以为 此次前去是学习军事相关的知识 但是实际却是去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让徐梦秋想要成为军事主观的梦想 再一次破灭 1930年8月 留学归来的徐梦秋 直接来到了江西瑞京 在那个时候 瑞京可以说是红色的中心 一年之后 徐梦秋就被组织任命为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1933年5月 徐梦秋又被调遣到了 红一方面军 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与徐梦秋的军事梦想是越来越远 其实这也不是组织不尊重个人意愿 只是在当时 徐梦秋在苏区可是出了名的文化水平好 学识渊博 在红军大学成立的时候 又被任命为了代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并且在红军大学负责政治课的教学工作 向学生讲解列宁主义和政治方面的相关知识理论 作为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才子 徐梦秋在当时的苏区很受欢迎 在中央苏区的报刊《红色中华》上频繁发表文章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红军中的高级将领都来听过徐梦秋的课程 甚至当时的毛主席都对其很是欣赏 经常会去找徐梦秋交流思想 两人经常是探讨到深夜 话题围绕着时政、历史等等 无话不谈 1934年2月 徐梦秋从代理政治委员终于转为了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 当时在伯谷、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 我军第五次反围剿计划失败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 开启了两万五千里的红军长征 在长征开始之前 徐梦秋被调到了红一军团 红一军团在当时是负责红军的右翼前卫任务 属于开路先锋部队 因此徐梦秋跟随着部队也一直奔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在红军到达甘肃的时候 徐梦秋从红一军团转到了红三军团担任宣传部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 徐梦秋的人生开始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在红军过雪山的时候 徐梦秋双腿被冻僵 但是在途中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在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 徐梦秋的双腿已经彻底僵住了 无奈之下只能去到医院进行截肢 徐梦秋也成为了首个被截肢的文职领导 这在当时令很多人都十分的痛心和惋惜 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徐梦秋更是多加照顾 在陕北期间 即使在出现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徐梦秋也可以享受到每月一斤猪肉 两斤黄豆半斤鸡蛋的待遇 甚至偶尔还可以开个小灶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待遇了 在延安期间 徐梦秋和丁玲等人还一起创办了红色中华的副刊 后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成立 徐梦秋去到了这两所学校担任教员 在每次上课前 都会有学生自发前去帮忙 抬着徐梦秋去上课 虽然在陕北的这段日子 大家都对徐梦秋关怀备至 但是失去双腿仍然成为了徐梦秋心中无法跨越的伤痛 再加上心中怀有军事梦想的徐梦秋 在失去双腿之后 更是一直在从事政治工作 这就更让其心中对于组织 对于长征产生了怨恨 徐梦秋平日里有做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 即使是在红军长征期间 徐梦秋也没有将这一习惯落下 每天都坚持在记录 截止到长征结束 徐梦秋写了有将近十万字的日记 不仅对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做了详细的记录 还记载了很多真实发生的事件以及人物 简直称得上是一部红军长征的史料 徐梦秋甚至运用了很多手法 使得这些记录没有那么枯燥无味 增加了很多趣味性 1936年5月10日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 徐梦秋和其他同志一起成为了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 更是基于徐梦秋有着编辑书籍的经验 将其任命为了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对于红军历史有关的报纸、书籍、文件等等 进行了征集活动 在组织的号召下 全军上下的红军都做出了响应 截止到1936年10月 收集上来了200余篇稿件 几乎涵盖了红军长征中的各个方面 正在征集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张学良、杨虎成发动了兵件 扣押了蒋介石 中共为了表示支持派兵前去支援 编辑部只留下了徐梦秋来整理稿件 整个编辑工作一直到1937年2月22日才完成 取名为25000里 共计有40万字 但是完成之后没有立即出版 毛主席担心会刺激到国民党 就将出版日期往后推迟了 因此在当时这本书只有一本手稿 放在了总政治部的宣传部 仅供戒阅 一直到1942年才将这本书刊印了出来 并更名为了《红军长征记》 但是徐梦秋却没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出版成册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背叛了革命 在编辑工作完成之后 组织安排徐梦秋去到苏联治疗休养 但是就在经过新疆的时候 听到苏联在进行大清洗运动 很多中国人受到了牵连 于是徐梦秋准备暂时留在新疆观察下情况 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 徐梦秋化名为孟一鸣留在了新疆 与陈谈秋毛泽民等人一起工作 后来更是苏德战争爆发 徐梦秋只好继续留在新疆敌化 1936年国共联合抗日战线形成 在与国民党军阀盛世才进行谈判后 我党派了100多名党员来到新疆 担任各个岗位的职务 徐梦秋担任了教育厅厅长 负责新疆学院的管理工作 当时这个学校管理混乱 也没有声援 学校领导也都是只拿钱不做事 毛主席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派人带着学习资料去到新疆援助徐梦秋 好景不长 晚南事变发生之后 新疆的共产党人也遭到了围剿 其中陈谈秋和毛泽民宁死不屈 遭到了盛世才的迫害 徐梦秋则是选择写下了脱党书 叛变投敌 但是这些消息都被国民党秘密封锁了起来 毛主席在得知他们被关押之后 派人进行了营救 更是点名要重点营救徐梦秋 殊不知其已经叛变了 虽然徐梦秋苟活了下来 但是却是妻离子散的下场 妻子在听闻其脱党之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作为叛徒的徐梦秋 在国民党中也没有得到重视 属于边缘化的人物 没有任何的实权 国民党战败之后 本就不受重视的徐梦秋被留在了大陆 随后走投无路之下才有了开篇的画面 选择投奔昔日的战友刘伯成 但没想到却被关押了起来 直到1976年在监狱中走完了这坎坷的一生 徐梦秋本该是被我们铭记的英雄 但最终因为失去了初心 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落得了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 被时代所抛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朋友留言点赞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也可以给小一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